不過建議還是什麼 還是自己要重打過一遍 所以這一段Ctrl-C 然後我把它Ctrl-V 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特別注意就是 主要就是在雲端上的那個程式 我是有加上註解 有沒有 那個註解不是必要的 但是盡量打 尤其你是初學者的話 為什麼?因為將來你回頭看 有註解跟沒註解 應該會差蠻多的 當然我們已經看很熟了 所以我一看我就知道 到底哪些地方是什麼意思 可是你們不是那麼熟的話 我是建議還是加一下註解吧 OK 養成好習慣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常遇到同學 會有壞習慣的地方就是縮排 縮排雖然也不是必要的 但Python裡面是必要 Python一定要縮排長這樣 但是VBA不用 沒有 只是說如果你假如沒有縮排的 像我一樣養成好習慣 跟各位講 以後看程式就很痛苦 像我看到每次幫同學看程式 一看他沒有縮排 我一定會唠叨擠去 你可不可以縮排一下吧 就慢慢養成 因為這個也是寫程式的一部分 好不好 如果你都養成好習慣 那以後你的程式寫錯的機率就大大降低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看 有for就有nest 對不對 你看這一條線下來 這一條線下來 有if就有endif 有沒有 if就有endif 那有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他們的頭尾關係 有sub就有end sub 那其實程式常常哪裡出錯 有頭沒尾 有沒有 如果你有頭有尾 程式就不會錯了 大概是這樣 那有點 再來就把資料填上去填上去 所以基本上 當然這種敘述方法 對人來說 其實不太能夠習慣 可是對電腦來說 他們就是這樣在運作的 所以有的時候 慢慢習慣之後 你會反正也就這麼一回事 而且其實 也不算是很複雜的程式 OK 那再來的話 註解 另外的話 還有一點 其實坊間的書籍一定會宣告 有沒有 但是你會發現 我的程式都沒有宣告 那怎麼叫宣告 宣告一般就定 定 因為我這邊有兩個變數 一個i一個j 所以理論上應該要定i 豆點j 空一個s s就是說 你要跟他講說 你這個i跟j 它是什麼形態的變數 那它是數字 所以應該會用一個 要integer integer integer就是整數的意思 宣告i跟j 這兩個是兩個整數的變數 OK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沒有加 可不可以 可以啊 跑得很順啊 沒什麼問題 那我加了 有什麼好處 以目前來看 其實也沒什麼好處 所以後來你想說 為什麼我上面經常都不宣告 因為不宣告 也都可以run很順 那幹嘛宣告 OK 所以常常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 他可能去上了別的老師的課 或者是看了VBA的其他書籍說 老師那書都會第一章節都是教 那個宣告這個變數的資料型態 那為什麼這部分你都不講 後來我發現喔 好像不講也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你們第一個需要的應該是先把那個程式寫出來吧 那這個不加程式狀很順 那乾脆就不加 好那如果說你想知道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打這個 那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integer的資料型態 或者其他資料型態什麼的話 我建議喔 你可以在VBA裡面環境按一個F1 它會跳什麼 它會跳一個說明 那你可以怎麼樣 自己再到裡面看一下吧 其實它的資料型態 大概可以分成幾種 不外乎就是整數 不外乎就是什麼呢 文字 文字在哪裡 文字在這裡 有沒有 不外乎有小數點的 小數點就是有單有雙嘛 還有日期 還有貨幣 還有位元組 還有一堆的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資料型態 的這個章節 它還有概論耶 跟你講說 每一個資料型態能夠容納的 最大的數字是多少 因為它是 比如說integer 是二兩個位元組 所以意思說最大能夠容下 最大的整數的話是 三二七六七 那負的話呢是三二七六八 也就是說 假如說你在這個範圍之內 你這個變數在這個範圍之內都可以 但是超過的話就不行 也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 放的那個資料 會大於三二七六七 那你就不能宣告為integer 那你要宣告成什麼 你要宣告為long 最大可以放多大的數字呢 放這麼大 二十一億四千七百多萬 OK 二十一億啊 如果你覺得二十一億還放不下怎麼辦 沒關係 你還可以再放long OK 好啦 反正這個其實不用特別去背它 有需要你按F1 你再來看就可以了 那如果還放不下 你可以用double Double其實就可以放這麼大的數字 OK 理論上應該都夠用 其他就真的 這些 暫時不知道沒關係 但你要用的話 你知道 你可以來宣告一下 也OK 沒關係 不過理論上我試了這麼多 大部分都不宣告了 那你想說老師為什麼以前要宣告 主要原因以前記憶體太小 記憶體太小的話 它會變成說如果你不宣告 它會佔用太多記憶體 以前的記憶體大概就什麼 8Mbps 32Mbps 可是現在的話都是8g 32g 已經大了1000倍了 所以基本上 不太需要宣告了 OK 這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喔 另外的話 除了這個定有沒有 當然如果你不知道這個關鍵字的話 你按F1 它其實也會跳 定這個乘數字到底什麼意思 就是幫你做宣告一個 宣告一個變數的意思 至於說還有什麼其他的敘述 你會發現VBA有這麼多 乘數式 它有這麼多的乘數式 甚至它有個蓋觀 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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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假如說你想要把VBA徹底學習的話 這邊有一堆的乘數式 如果你每個都會的話 那你就厲害了 為什麼我盡量不講 因為說真的 你暫時不知道也沒關係 城市還是這樣照跑 OK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時候 我建議你可以來 有空稍微查一下 就把這邊當成字典一樣 慢慢慢慢 多知道一些 然後把它慢慢套用在 你的需求工作上面的話 那你會發現 你的VBA能力會越來越 這個進步 OK 所以這個跟各位講一下 所以喔 剛剛主要就是講了兩個東西 你宣告 IJ這兩個變數 as integer 當然你不加也沒關係啦 OK 那加的話呢 可能會讓你的這個城市 執行的速度會快一點點 快多少呢 大概快百萬分之一秒 百萬分之一秒 什麼概念 根本沒感覺吧 所以其實 意思說不加也沒關係啦 好 像現在執行應該OK 理論上加也會跑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下一個 就是 所以剛剛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了解 記得按F1 就可以了 接下來還原 還原怎麼還原比較快 其實當然你可以用 for i for j 就是還原的話 你可以再寫一個什麼 sub sub 空一格 叫做還原什麼 還原格式 這樣子 Enter一下 好 又多一個sub 那裡面要寫什麼 跟各位講喔 當然你也可以for i for j 不過喔 如果你這個範圍 全部做的事情都一樣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就不用sales了 用什麼了 用range 還記得吧 有沒有 range的意思是說 那個範圍的意思啦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寫一個什麼range 比如說我希望把整個range 整個範圍 整個範圍 全部的那個字 全部都變成 原來顏色叫黑色 那我怎麼寫 range 然後那個範圍應該是A2嘛 對不對 冒號應該到 L的32吧 然後 它是一個文字 有沒有 range 這個範圍喔 它的字的顏色 特別是於 其實sales跟那個range 它後面都一樣 就是 封color 所以你打一個封color 只是說呢 range 跟sales最大不一樣 是有刮弧點下去 range會提示 但是 sales不會提示 OK 所以我剛剛那個 sales要用複製的 那 字的顏色把它改成黑色 那黑色應該多少 0 0.0 0.0 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全部都是0 就是黑的 那白的當然可以顛倒 全部都是 255 2525 OK 這蠻好記的 有些固定的都把它記下來 那底色的話呢 底色也是一樣 就是把上面這個範圍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點什麼呢 點interior 有沒有這個 然後再點什麼呢 點color 點color 那一樣的話呢 它的顏色 把它去掉的話呢 沒有底色還記得吧 我前面還有講過喔 有沒有 沒有 沒有顏色的意思 當然你 我前面有講過啦 可以用白的 那白的好像那個 那個框線會被蓋住 所以不能用白的 那我用另外一個 沒有 沒有在 VBA裡面叫xl num 就是沒有的意思 沒有顏色喔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還原顏色了 寫這樣子 你會發現喔 如果呢 全部都做一樣的事情 請你用range 但是如果 全部的範圍裡面 有的做這個 有的做那個 那你就用上面的方法 個別的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同學想說 那老師上面為什麼不能用range 因為他們有的都不一樣嘛 對不對 當然就不能用range了 執行一下 全部都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 那 其實啦 這意思是說啦 不過有同學說 老師可是本來就黑的啊 本來就黑的 一樣是黑的嘛 不影響 對喔 所以用這個方法 應該比較聰明吧 不然的話 你講說還要判 還要判斷 他是不是原來是黑的 那你不是多死一舉嗎 有時候寫程式 不需要拿石頭雜誌的腳 盡量就是寫程式 應該是越寫越簡單啦 而不是說想的太複雜 我發現有的時候 有些同學會鑽扭腳尖 所以盡量想方法 所以我寫程式的風格 第一個 程式越短越好 對不對 第二個程式邏輯越簡單越好 所以有的時候啦 程式真的每次 我都會花很多力氣 去想有沒有別的更簡單的寫法 所以比如說寫完這一段有沒有 我有時候還會再思考一下 有沒有辦法讓它更簡短 如果有 我就會再更新一個版本 再更新一個版本 如果沒有的話 暫時就是這個版本 如果你們有想到更精簡的版本 歡迎再提供給我吧 不過還是需要你們先把這些寫完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就兩個按鈕 第一個是格式化 第二個是還原日期 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再來就是練習下一個 下一個部分的話就是 插入空白列跟這個刪除空白列 比如說這個範圍 我希望呢 像上次有同學提到 就是說 老師這個年曆的範例很好用 可是它下面沒有空白的地方 讓我去填那個schedule 那這樣子好像就遺珠之憾了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能夠在每一個日期的下方 幫我插入一個空白列 那以前的做法是什麼 以前的做法可能就是 在每一列上按右鍵插入 有沒有 在每一列上面按右鍵插入 然後它會在上方幫你插入一列 有沒有 那這樣變成說你要做很多事情 有沒有 你要變成一直按右鍵插入 那如果總共有31列的話 那你不是做31次嗎 那如果還要再刪除 那你不是要再刪31次嗎 所以喔 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先插入 批次的插入空白列 有沒有 全部插入了 然後呢 再批次的刪除空白列 就會恢復了 有沒有 這樣感覺很方便耶 但是會有個問題 有沒有發現按鈕變形了 為什麼按鈕變形 因為我好像前面有講過嘛 按鈕好像預設是那個 會隨儲存格改變 那因為你插入變成它的高度 變為兩倍了 所以如果你不要讓它變的話 還記得吧 選這兩個嘛 按Ctrl鍵嘛 然後按右鍵 儲存格格式 找到什麼呢 摘要資訊 把那個大小位置 改成不隨儲存格改變 按確定之後 那我們剛剛插入空白列會變形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 沒變了 刪除會不會變 也不會變了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再按鈕 記得喔 它如果會有列高的調整的話 那你記得就是再把它改一下 至於這兩個怎麼做 程式不困難 這個都三行三行程式而已 頂多是四行程式 你要學會就是 再學會一個叫Row Row Row 就列嘛 加S 就是列的物件 然後告訴它說我要哪一列 如果你要插入列的話 就是點Insert Insert就是插入 那刪除的話就點Delete 只是說我必須要很多個 那就跑個回圈 所以在回圈裡面去執行插入 跟刪除的動作就可以了 只是說這個可能會有危險性 就是說你會寫錯的話 那會刪可能會刪不對 那就全部回不去了 因為VBA不能夠Ctrl-Z喔 不能復原 所以如果你練習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 複製一個工作表再來練習 不然的話你到時候做錯了 之前常有同學說 老師怎麼辦我做錯了 你又沒有備份 那完蛋 你要可能要關掉重開的 不要存檔就好了 那比較麻煩嘛 所以最好是什麼Ctrl 兼按住 先複製一個 練習失敗沒關係 頂多是什麼 把它刪掉嘛 對不對 再重練習就好了 待會再來看 如何做插入跟刪除 空白列的這個練習 OK 剛剛是這個 這個加一個還原格式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記得 剛剛講的第一個 就是註解 第二個的話呢 縮排請你養成好習慣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真的 我不知道耶 可能習慣問題 就是不習慣縮排 但是這件事情 我是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我覺得你不縮排 真的看起來很容易出錯了 沒頭沒尾 而且全部放在一起 你根本你不知道頭在哪裡 尾在哪裡 但如果你說排得清楚 馬上一目了然 所以像我覺得這樣寫出程式來 基本上比較不容易出錯 程式也比較不會有錯誤的發生的可能性 第二個的話就註解 因為一般同學好像也不太喜歡註解 但除非你是一個老手了 那你不註解我無所謂 但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程式每一行每一行你都看不懂 那你如果再增加很多很多程式 你又更多的看不懂 那將來當然程式就更容易出錯 所以這兩個也許 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 雖然看起來不重要 但是這個就是最後 程式能不能寫完全正確的關鍵點 OK 這我覺得可能慢慢要培養這個好習慣 其他像程式需不需要宣告 剛剛講過啦 不宣告沒關係 但是未來還是盡量慢慢知道什麼叫宣告吧 不過這個不宣告也沒關係 這個後來發現 Python也是這樣 因為Python也不用宣告 後來發現好像相關大數據 處理的這些應用程式 這個程式好像都有共通點 就是慢慢讓程式越寫越簡單 對 所以這點就是什麼 英雄所見略童嗎 還是有一個共通點 再來就是還原格式 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我又把剛剛的程式 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還原格式的話也在第12列上面 再來的話就是刪除列 跟這個所謂的插入空白列 這個部分該怎麼寫 其實程式是在第16頁 所以如果想知道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 這也是同學問 常常問到的問題 這個刪除列跟插入列 還蠻好用的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像比如說你要刪掉的是某些列 那你只要加一個邏輯判斷就好 比如說常常我們會遇到說 有些資料 如果出現什麼的話 就把整列給刪掉 那以前的話 如果你不會寫VBA程式片 你要用人工去處理這些事情 那會相當麻煩 但是如果你用VBA來寫的話 其實也只要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一個某一列刪除 等於它五行程式吧 程式就可以把你要的效果做出來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剛剛講的部分 待會再來看有關如何插入空白列